我们在拉币刚才呢 有一大群小孩子 他们开始实体的聚会 又觉得对小孩子来说的 疫情 好像拿去他们这种友谊 他们的玩伴 他们显得很孤独 就很多时候 刚开始我们居家隔离的时候 我们非常不习惯不是吗 但是久而久之呢 我们习惯了居家隔离的生活 我们觉得还蛮不错 但我对大家说呢 在山上待的日子够了 阿门 要向前启行 我就想到 我女儿呢有三个孙孙 他们还在家里边上课 没有回到学校 那时我去那我就注意到说 每逢这个校车 路过大家门口的时候呢 三个都趴在窗口 就看着校车来 又看着校车去 一脸无奈的样子 真的 我们小孩子应该回来 阿门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要接续 希伯来书信息第三讲 题目是 长大成人 我们一起来读 论道 麦基喜德 我们有好些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得有人将 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们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习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我们以前讲过 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 他们大部分是犹太的基督徒 在公元七十年之前 大概五年的时间里边 罗马帝这个帝国当中 特别是大城市 遭受了非常大的逼迫 逼迫谁呢 就逼迫基督徒 注意啊 当时的犹太教是被认可的 换句话说 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 基督教呢 是非法的信仰 这逼迫呢 刚开始很轻 后来呢 逐渐加重 从掠夺财产 到砍人杀头 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些基督徒 面对逼迫 面对环境呢 他们就撑不住了 怎么办呢 要走回头路 换句话说呢 这个主我不要信了 还是保命要紧 我问大家 为什么犹太的一些基督徒 他们要走回头路呢 是因为环境吗 是因为逼迫吗 是因为刀剑吗 是因为饥饿吗 脑都不是 有没有看到圣经里边 多少基督徒 面对杀戮 坦然无惧 所以真正让这些信徒 想打包回府 走回头路的呢 是因为他们的生命 不够成熟 换句话说 他们的抗压力 还没有达到 那个炉火纯青的地步 他们就要走回头路了 这刚才读的圣经 就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们呢 还是吃奶的婴孩 我问大家 通常喝母亲的母乳 喝到多久 就应该断奶了 一岁多是不是 一岁半 上个月我去我女儿家 我那个第三个小孙孙呢 今年是三岁都过了 还在喝妈妈的母乳 不但喝 每次喝完之后呢 非常礼貌地 对他妈妈说 妈妈谢谢你 吃奶的小孩 是不会讲话的 不是吗 都能够说谢谢你 这么有礼貌有教养 竟然还在喝母乳 当然他也在吃干粮 那么看到西伯来 这些书所给的这些读者 他们呢 仍然在吃奶 这个吃奶是指到属灵上 就是说什么 他们学一些初阶的道理 他们看一些容易懂的经文 他们对那些圣经的真理 整本的圣经 一些属灵的一些问题呢 他们不愿意思 也不愿意想 也不愿意学 他们满足于现状 他们是营养不良的一群 这难怪 这难怪面对逼迫的时候 有问题败出 其实 西伯来书所写的那个历史的阶段呢 正跟今天我们一样 请问 为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好多人 离经叛道 为什么很多异端兴起 就是因为教会里边太多婴孩 他们不懂得分辨 不懂得坚持 也不愿意学习 有人呢 有一个问卷的调查 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那我相信呢 他这个背景调查的事 应该是在这个中部的白人教会里边 我看了之后呢 根据我幕会 二十多年的这个经验和感受呢 我稍微坐在微调 但你看这个数字统计之后呢 你会非常的战兢 你会觉得今天 如果我们不兴起 不长大 教会没有盼望 我们看下面的数字 百分之十的人 信了主了 却从不去教会 百分之二十的人呢 从来不祷告 包括谢饭祷告 拿起就吃 不要说别的祷告 不要说别的祷告 连谢饭祷告都省略了 百分之三十的人呢 从不读经 从不读经 那本圣经呢 几十年如意志 是崭新崭新的 从来没有翻过 但是看武侠小说 看韩剧 可以通宵大弹 百分之四十人呢 百分之四十人呢 从来不参加服事 百分之五十人呢 从来不奉献 我辛劳 挣钱 我为什么要白白给你呢 因为他不懂得 有风险的道理 百分之六十人呢 从来不参加主义学 这个也基本符合 我们教会 目前的光景 百分之七十人呢 从来不参加祷告会 他不了解 一个会众的祷告 一个群体的祷告 带来极大的能力 对我们的生命 对我们前面的困难 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力 他不明白 百分之八十的人呢 从来未举行过家庭礼拜 知道吧 初代教会里边 信徒早晨 在店里边 敬拜赞美 分享主的话 晚上呢 在家里聚会 分享主的恩典 我记得911的时候 有一个机构呢 给我送了一本挂历 这挂历呢 它就讲到 1620年 那个Mayflower 那个五月花号的信徒 到了之后 他们有一套 信仰生活的原则 其实有一幅画呢 就在一个 很简陋的房间里边 在壁炉的前边 摆了一个长桌 那父亲聚中 坐在中间 然后呢 儿女 妻子坐在旁边 然后呢 这边是 刀叉 背盘 然后呢 他拿了一本神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呢 不只是吃喝 而是分享主的话 但我们呢 很多家庭呢 很少有这种家庭礼拜 偶尔呢 有一两回 为什么呢 要针对 先生 要针对太太 针对孩子 那证文一读出来呢 就有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请问 这种家庭礼拜能长久吗 那不会的 那还有呢 百分之九十的人 从未为主赢得 一个灵魂 传福音呢 永远是 极少数人的专利 你不觉得很难过吗 请问大使命是给谁的 是给牧师的吗 是给传道的吗 是给保罗的吗 是给彼得的吗 是给每一位 信主的基督徒 相信吗 但是呢 我们却 从来没有为一个得救的灵魂 难过过 癫狂过 我们视而不见 但是有一个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百分之百人怎么样 都打算以后进天国 当然有谁说 像不像我例外 我不进天国 几个手 没有 但是天国 不是百分之百都能进去的 如果你前边这些的 百分比都很低 我真的替你捏一把冷汗 所以希伯来书的警告 希伯来书当中的劝勉 就是对你 对我来说话 阿们 那下边呢 我就分三个部分 来分享 为什么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 他们不能够长进 第一个呢 他们是听不尽 这场话说呢 论到麦基喜德 我们有好些话 并且难以解明 注意啊 这段话呢 是对老师说的 老师在上主义学的时候呢 知道呢 要讲麦基喜德了 但是呢 他知道 不太好讲 而且呢 很难解明 不是他不会解明 而是呢 他不能够讲得太深奥 要把这个深奥的道理呢 变得极其简单 就好比说 你今天呢 你把一个很难的一个数学题 你告诉婴儿 你无论用披萨 用苹果来代表数字 他还是个萌萨 他听不懂 所以这些老师呢 深深知道自己的会众 的数理的程度 他说 我有好的话 但是呢 很难 难以解明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为什么听不进去 因为他们不肯听 不肯听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个属灵的难题 一个圣经的难题 你要解决有两个方面 一个呢 你要把它解明 第二个呢 你要愿意听 这个作者 为什么就以 麦基喜德为例子呢 因为这个是个圣经的人物 出现的次数不多 但他却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物 而且这也是 对犹太人来说的话 你不能不知道的 我相信 当时给他们上课 或者是传讲 麦基喜德的时候呢 很多人说 哇 我不要听 太难了 我不要听 那麦基喜德呢 如果从经理看呢 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神经说呢 他无父无母 无祖谱 无时日之事 也无生命之中 不是说 他没有爸爸 没有妈妈 没有生日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生什么时候 不是的 而在圣经里面 并没有 刻意去记载他 为什么呢 因为另有用意 因为其实他呢 是一个基督的代表 因为在希伯来书 七章三节说呢 他与神的儿子相似 他是基督的预表 这是一个神秘人物 你没有办法来测透的 另外呢 在圣经记载 在《创世纪》里面 当这个亚伯拉罕 征战 得胜回来之后 麦基喜德呢 为他来祝福 犹太人呢 非常讲究这个 位子 位分 永远是那些 位分大的 为那些位分小的来祝福 亚伯拉罕 是以色列的始祖 但是竟然呢 接受 麦基喜德的祝福 请问谁大 或者他又超过 亚伯拉罕 还有呢 当亚伯拉罕 得胜的时候呢 他呢怎么样 奉献十分之一 给麦基喜德 所以这些道理呢 他们听了之后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 我们这个一个始祖 竟然向麦基喜德来奉献呢 他们不明白 而且呢 圣经说的 这个麦基喜德呢 是一个大祭司 但他祭司呢 不是按照这个 亚伦利未人这个位分 不是的 是超越一切的祭司 弟兄姐妹 你听明白了没有 超越亚伯拉罕 超越一切的祭司 他没有祖谱 无父无母 其实呢 就在我们看到 其实是一个 耶稣基督的预表 但是呢 这些犹太人呢 他们听不进去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 你只是 喜欢一些极浅的经文 不是不好 比如诗篇二十三篇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很好 但是呢 你单单这样简单的经文 属灵的初阶呢 是不能够 带领你继续成长 所以这圣基督的讲的说呢 你们 本当作 该当师傅了 但是呢 你们还怎么样呢 让别人 教授 神圣言的小学 注意啊 这个小学呢 不是你今天想的一个小学中学 那不是这个 你不要忘记 合合本是一九一五年出版的 那个时候 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开始 严格意讲的话 在全 至少在那时候 中国大陆 还没有一个 需要成为小学的 这个小学其实是在古文当中 研究字的起源的 或者就是研究一个字意的 就是最简单的这个一个学问 叫小学 大家明白了没有 说你们信主这么久了 你们还在学ABC 还在学横竖 撇纳 你们本当做师傅了 你们还是这样 所以看到一个人当听不进去的时候 其实呢 神的话就不能够进去 我们常常说 你要到空 你才可以充满 对一个人 缺乏属灵的胃口 或者一个属灵的厌食症 他就可能永远成为阴害 我们当个小baby抱在前面的时候 很可爱是不是 我喜欢小baby 我今年 这个小baby抱来了 十年之后怎么 还是个baby 掉个奶嘴 吓死你了 对不对 你不长了吗 大家弟兄姐妹 这正是我们 听不进去的一个光景 所以我鼓励大家 如果你过去读圣经的时候呢 是选择来读 比如那些神的应血啊 一些美丽的诗篇啊 一些祝福呢 我就是视为珍宝 那些比较难懂的 比如说像这个麦迪西德呀 或者说像那些启示录啊 戴伊里的那些书啊 我们一看 还有好多那个不难懂的 怎么办 我们就不要读了 不要读了 正是因为这些信徒 营养不良 挑食 所以以至于呢 他们的骨骼 肌肉都没有发达 没有发育 所以难怪在 逼迫 征战之中 被打败了 所以属灵的征战呢 需要大能力勇士 而不需要童子军 阿曼 对旁定征战说 属灵征战不需要童子军 这个童子军不是指的 那个年龄小的勇士 是那些永远长不大的兵 那第二呢 我看第一个是这个听不尽 第二个呢 是长不大 这说呢 你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这个功夫是指的时间 本该所师父 谁知还有人将 生年小学的开端 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阴害 我问大家 奶水和干粮有什么区别 第一个呢 奶是计时的 不需要牙齿 很容易消化 对不对 还有呢 奶是别人 你的母亲 她吃的食物经过消化 然后呢 变成奶水 是二手的 那小孩子刚开始没牙齿 而且一定要喝母乳 而且现代的科学 就是 雁鸣 母乳是最好的食物 我们知道在 现在呢 很多都用配方奶 我曾经 听到一个牧师呢 就分享说 他家有两个小孩 一个小孩呢 是吃妈妈奶水长大的 另外一个小孩呢 是吃配方奶长大的 这个吃配方奶 那小孩呢 脑瓜呢 不如老大灵光 身体不如老大强壮 伤风感冒 怕冷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奶水有关系 但是我相信呢 上帝 所给的是最好的 而且有人 发现说 这个哺乳期的长短 比如从刚出生 到一岁 到一岁半 这个母乳的成分 都在改变 因为在每一个婴儿 发生过程当中呢 营养不需要 营养都不一样 所以神就让母亲 不知不觉当中 把这些营养均衡地 给孩子 多奇妙 但是 孩子长了满口的牙 却仍然 单单喝奶 不是我那小孙 我小孙孙别的也吃 也喝奶 单单喝奶 他能长大吗 那请问是干 什么是干粮 第一个 就是需要你自己 咀嚼 消化 而且干粮呢 里面有一些 就是说的 不大容易消化的 但是透过你 吃 喝 消化 锻炼 你的 体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们 信主有多久 虽然我知道 一个信主的长短 和你属灵生命 是有关系的 因为日久天长 听得多了 见得多了 你自然就成长 但是 你属灵生命的长短 和你信主呢 也没有关系 我在教会里也看到 很多属灵的巨婴 大家知道吗 信主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但是连最起码的 一个属灵道理都不懂 我知道呢 在世界各地呢 有很多学校呢 叫育婴堂 就是为 培养英才 而设立的学校 叫育婴校 育婴学校 或者育婴堂 有一个育婴学校 后来这个教学品质 很差 然后学生呢 虽然在很好的 学习这个条件里边 但是呢 进步呢 确实非常的微小 而且他们学校里边 自主能力非常差 所以有人呢 就给他学校呢 改了个名字 你知道改什么吗 也是育婴学校 但是 婴不是英才的婴 是什么呢 婴海的婴 育婴学校 我看了这个以后 我就很感触 我说 现在我们是 纽约丰收零两堂 名字好不好 但有一天说 纽约丰收育婴堂 是婴海的婴 那牧师该走人了 所以丁姐妹 你要长大 真的要长大 长大呢 就代表我们生命 开始来成长 怎样长大呢 你要系统得读经 不要挑来挑进 换句话说 圣经66卷书 就是66种不同的营养成分 有钙 有铁 有钠 有钠 有磷 你不要去买什么营养品了 统统在里边 你只要认真去读 去领受 你生命就开始改变 第三呢 就是 行不出 所以一个他听不进去的人 一个长不大的人 他呢 没有办法 承受使命 所以这里说 唯独长大成人 才能吃干粮 他的心窍 习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这里的习练的通达 就是去做 去努力 去实践 但是呢 却 做不出来 弟兄姐妹 很多我们看到 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很想在教会里边去服侍 也很愿意去服侍 可是当服侍的时候 你发现 不是效果不佳 就是很容易产生问题 我问你 什么叫属灵人 我们以为属灵人就是 要穿的那很属灵 比如说肖牧师 穿一个西装 我戴一个 像那个主耶稣的保险一样的领带 头发要收得光一些 我们以为 我们把圣经都读完了 所以有些经文呢 我们可以倒背如流 其实呢 这只是一部分 真正一个人的属灵不属灵 是要看他的生命 有没有行出来 那你说 那你说肖牧师啊 那属灵这个知识不重要了 那不是 格鲁西说 我们要在知识上面来更新 一个人不断地来领受神的圣言 他的生命就有可能朝一个方向来移动 如果你满脑子都是世界的话 你的生命不可能成长 我讲过 在初代教会也好 在500年前也好 在100年前也好 在50年前也好 那个时候的信徒 他们一个在属灵的这个氛围当中的 比你们好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太多的资讯 吸你的眼球 所以人容易集中来读圣经 来做礼拜 今天不同了 我们看到 电视 媒体 手机 iPad 这些所有东西都不断向你来传送 这些资讯 肖默是从来不说媒体不好 因为这是一个载体 你要善用它 但今天我们看到 今天这个社会的媒体里面 请问有多少是传扬基督的 没有 本来教会 基督徒是掌握文化利器的 但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 我们看到 这文化的世俗化 绘画 音乐 舞蹈 美术 都开始朝世俗化发展的时候呢 教会说 这地方都被你们占去了 我不要了 让给你们好了 当时可能在赌气 但现在一看怎么样 完了 都被占领了 所以今天的我们 各种资讯 不断地来 搅拥我们 我记得 我常常讲的 在中国文革当中 有一个对联 风声 雨声 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关心 我们要改一改好不好 是什么 风声 雨声 读经声 阿们 声声入耳 然后呢 家事 国事 什么 天国事 事事关心 阿们 这才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吗 所以当你有这样一个胸怀的时候 怎么样 就可以来行出来 所以我说一个行不出的基督徒呢 你生命是有问题的 那你说 你能够找出一些行不出的一些特征来吗 第一个就是 容易生气 你说那是脾气 那那那那那 性格的背后 掌管性格的是生命 比如常常容易生气 动不动就生气了 很难和人合作 还有一个呢 非常自私 都是 把好的 占为己有 我们常常有 就是听说那个恐荣让离啊 我一直对这个故事呢 高度存疑 因为我观察了 小孩子呢 除非脑筋有问题的 没有小孩愿意把好的 大地分给别人 没有的 为什么 它是婴孩 这是人的罪性 还有呢 不顺服 不守纪律 你要管小孩 你知道 小孩非常难管的 我常常看到一些 这个幼稚园的孩子啊 老师在他们出行的时候呢 用一个长长的绳子 然后每个绳子 然后有很多小的绳子 用一个小环环 然后小孩子怎么样 就抓着绳子走 请问为什么不排队走 要抓绳子走 因为他们不听话嘛 他们没有分辨嘛 这是小孩子嘛 还有 一个小孩子呢 只知道索取 不知道给予 特别我们看到 我们很多爸爸妈妈 养育小孩 他们都是药 药玩具 药糖果 他不懂得分辨 所以是 药糖 药吃糖 不吃药 这是小孩子的通病 但当有一天呢 他会长大 他才懂得学习回报 我记得我以前 听过一个见证 我很感动 这是一个台湾一个家庭 在台湾的时候呢 她是 这个妈妈是个寡妇 先生很早就过世 就养育几个小孩 很辛苦 就在不同的家里边呢 帮忙洗衣服 你知道这个年代 比较早还没有洗衣机 逢补将洗 就是洗衣服 就是 维持家里一个 最低的一个生活的水准 孩子长大了 女儿找了份工作 他妈妈非常高兴 终于 可以帮补家用了 那早晨 他妈妈起床的时候 穿洗的时候 发现那个鞋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他拿着一看 原来呢 是一塌钱 上面洗的说 谢谢妈妈 这是我第一个月的薪水 他妈妈拿着这个鞋 拿着钱 一眼就流下来 请问是因为钱吗 不是 孩子长大了 知道吗 他懂得回报了 所以弟兄姐妹 在你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只是 来承接 来享受 领受 你是婴孩长不大的 唯有你 不只是领受 你学习付出 你才行得出 所以婴孩和成人 不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 保罗 彼得 也是常常来讲 婴孩和成人的牧者 在哥伦多书里边 那保罗呢 就责备哥伦多教会的人呢 他们长久 固步自封 他们自以为有恩赐 有才干 有智慧 有财富 他们却固步自封 不长进 所以保罗呢 就责备他们有三点 第一个呢 一样 你们只能吃奶 换句话说 你们就是胡伦吞枣 那最浅显的道理 你们也不加思考 就以为自己学会了 就好像说 比如一个我们的会友 比如说牧师 讲道的时候呢 喜欢听什么 喜欢听个见证啊 喜欢听个笑话 比如说我那个小 三岁小孙子 还吃奶说 谢谢你这个故事啊 别再忘了 还有呢 对教义性的一些道理 感觉枯燥无味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 你要小心 奶 母乳是需要的 但是不能单单靠母乳 所以圣经说呢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怎么样 来是靠神口里所处理一些话 第二呢 他们彼此纷争 这是保罗责备 更多教会的 因为当一个人 他胜利不成长的时候呢 他就把一些 世界上的一些价值观 世界上的一些方法呢 就带到教会地拜来 比如说是以这个 以背景的呀 以教育程度啊 与籍贯呢 等等 然后呢 他们在一起怎么样 就结成小圈子 拉帮结派 第三呢 他们效法世界 保罗说 你们和世人一样 就是说 你的价值观 你的世界观 你的做法 和别人 没有两样 在两年前 我们教会呢 曾经想 办这个 老人中心 就是承认这个daycare 因为我们这么好的场地 有这么多的资源 后来我们就找到 教生以前一位同工 非常好的基督徒 他就讲 他说 其实这个老人中心 办好的话 可以帮助老人 在生命当中呢 有很多的长进 我们后来呢 就 真的理事会 叫我们团友 开了 至少开了有五次的会 最后决定呢 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就在我们刚刚做的时候 我就听到一些 在华人圈子里边 办老人中心呢 乱来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 把老人呢 进来之后呢 放到赌场的大巴车去 为什么 第一个 去的有午餐 午餐不就省了一顿 然后去了以后 还有泥马 这老人家都不赌 拿了钱之后呢 就打折扣换成钱 装到口袋里边来 然后呢 为了笼络这些老人家呢 给他们私下给钱 还有呢 让他们打麻将 赢掉小钱 我说不干了 我不干了 所以我们就呢 停止了 一停就是一两年 但最近呢 我遇到我们教会 有一位弟兄姐妹的 女儿女婿 在偶然间讲了 说小牧师 你们这么好的 为什么不做这个 我说哎呀 因为这个太乱了 他不是的 是可以好好做的 他说你也可以 很珍贵来做 这句话呢 就深深地打动我 我对呀 为什么我们教会 不另外走一条道路呢 在疫情当中 我至少为十位年长者 举行洗礼 好多是隔空受洗 小牧师发明的隔空受洗 人在广西 人在北京 我这边呢 拿起洗礼这个杯 装了水 我在把宣告 然后在那边呢 也有一个人 跟我一样 也拿个水 跟学者我的话来宣告 就这么受洗了 我看到这些年长的人 在生命最后的阶段怎么样 他们蒙恩了 信主了 但弟兄姐妹 我看到有太多的 年长的这些人 他们没有机会挺服务 如果我们办这个 take care 有好多长辈就会来 我们可以给他 读圣经 唱诗歌 所以后来我们 教母团理事会有开会了 我们决定在教会 就成立 take care 我们有三个 百分之百合法 百分之百呢 的爱心 百分之百的福音导向 当然我也知道 老人中心 可以有些收益 有人别人说 肖默师 你可能是为钱 如果了解肖默师的话 我们什么都爱 我不爱钱 我是为了神国 阿们 我也巴不得 当我们来办这样一个中心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的义工 能够出来 我们需要一些全职的同工出来 我要办成在前纽约市 最好的一个take care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在神国的路当中 你要走得远 要想得远 刘牧师 10月31号 他来到我们当中 举行20周年的一个庆典 他要留在这个聚会之后 他留下来 专门要讲一下 就是要成立这个You Channel 在纽约成立这样一个分台的一个意向 换句话说 我们教会准备在今年 就着手要办一个电视台 你说 自媒体 social media这么发达的 还需要有电视台吗 需要 因为包括这些 这些自媒体的人 他都希望有一个平台 来展现 我们现在 弟兄姐妹我们看 我们最近发单张 发了几万个单张 那你只是接触这些人 你想想看 一个电视台可能接触的 不是一百人一千 可能是十万 二十万 上百万人 所以你看 只有你通过练习 操作 你怎么样 才练得通达 你才能够通达 实物 知道今天 这个社会的需要 好 最后呢 很简单的 给大家给一个测试 你想知道你属灵的年龄吗 五个 大家看 第一个呢 要恩言 不要警告 就是要糖吃 不要吃药 这种人 第二呢 要祝福我吧 但是呢 你不要让我舍己 要让我为主受苦 受难 那那那 我赶快逃脱 第三呢 要顺境 不要逆境 顺境 哈利路亚 逆境呢 神祢折磨我 他却不知道 逆境 是人生命 成长当中的 必须品 第三呢 要浅显 不要晋深 哎呀 你千万不要让我上启示录啊 你千万不要让什么 那个预定论的 我头痛了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简单就好 最后呢 要被人服侍 而不要服侍人 我可以接受别人的一些帮助 要去帮助别人 那那那那那我不要 自我评估一下 如果里边呢 有一项到两项 你说是我就说 我要恩言 我要祝福 我要顺境 我要浅显 我不要服侍人 说有两项 你贪着了 我很恭喜你 你还有奶嘴在嘴上 你还没有长大 弟兄姐妹 你喜欢我们教会成为 纽约丰盛御英堂呢 还是成为纽约丰盛御英堂的 御英才堂 需要哪一个 英才堂 阿们 神国需要你们 阿们 神国需要的勇士 不是英海 阿们 我们先来祷告 我们感谢你今天 借这篇信息 让看到 希伯来书 当时他送我们的 环境 就是今天我们的环境 今天当我们看到 战场上边 刀光剑影的时候 我们多么希望 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们穿戴全副的军装 与敌人征战 而不是临阵脱逃 求助帮助我们 也就帮助每一位 我们的组长 我们的牧者 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不是被打倒 而是被操练 哈利路亚 祷告事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们之座仍然活着 圈里灰心 失望 软弱 痴难长不大 但是神 远没有忘记你 阿们 今天你要紧紧地抓住主 今天 征战的号角已经响起了 要长大成人 拿起刀枪来 与仇敌来征战 哈利路亚 我相信 今天神的话也感动你 对自己有一个属灵年龄的测试 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充满了勇士的教会 我们抛弃乃嘴 杂招载拼 向神来说 主啊 我在这里 请来拆遣我 我们都要看见 主的荣光阿妹 大家请坐 啊 我 Carla 我 Hunt 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